大家好,上期脱盆给大家看过我这盆 贺望南的根系啊,现在养得非常的粗壮 配图呢,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用上泥炭 然后核杀再加上松树皮各占一份 再加上20%左右的羊分就可以了 那么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贺望南在脱土之后 应该怎么上盆 现在呢,我们主要是先把它这个植株上面多余一些土啊 先给它去除掉一点 处理成这样呢,就差不多了 然后呢,我们再来把这个土啊,配好 土的话,还是按照之前的一个配土方法 就是和沙加泥炭再加上松树皮 松树皮呢,事先一定要浸泡好 如果不浸泡的话,后期啊,它很难浇透水的 然后呢,我们再来加上20%左右的羊分来半土 大家在这里一定要注意了 我们在用羊分半土的时候呢 一定要选择这个正规渠道的羊分 因为有些羊分呢,如果没有发酵腐熟好 你再拿来半土的话呢,很容易出现山根烧苗的现象 放上大概20%左右的羊分 然后呢,把这个土啊,给它拌匀就可以拿来栽种了 半土的时候呢,可以顺便喷喷水 把这个土啊,喷到这个微潮的状态 这样呢,上盆呢,就不用浇定根水了 特别是一些山根的鹤旺男啊 如果直接浇定根水的话呢 很容易导致根系啊 在比较潮湿的环境下容易腐烂 那盆前呢,我们先在盆底放上一点这个桃腻 作为这个溺水层 放上桃腻之后呢,先垫一层土 这时候呢,我们要给它加上底肥 底肥的话呢,我还是用发酵腐熟好的羊分 再放土啊,就可以栽种这个鹤旺男了 鹤旺男的话呢,我们整株放进去 大概呢,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把它放置好 然后呢,我们就可以填土了 然后呢,我们再在这个盆土的周围啊 给它填上土 这样种好之后呢 我们就不用浇定根水 直接放在一个光线明亮 通风环境非常好的地方就可以了 很快呢,它就能够浮盆,开始恢复生长 好了,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